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盡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來到上午的第一節先和各位網友說說香港國大最新的熱話資訊 先說說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隨即回暖 這幾天都特別暖 不過提醒大家 因為隨即過後的溫度又急降 最新的天氣預測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邊商 西鐵是經見黑色手槍 當時全車乘客都要疏散 現場的消息如何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外也說說香港國大的最新熱話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盡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預報隨即回暖 分區高建28度 季後封殺度 元旦市區跌7度 報導的內容提到天文台報告指 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的雲帶 會在未來一兩日逐漸轉搏 會在未來一兩日逐漸轉搏 該區天氣和暖 預計 在星期日12月31日除夕 市區氣溫介乎涉事18至24度 個別分區氣溫高達28度 不過 預料一股東北季後風 會在星期日稍後抵達華南沿岸 除後一兩日該區風勢頗大 下個星期日2024年1月1日元旦 當日估計最低氣溫降至17度 和前一日最高溫度24度相比 相差達7度 當中提到天文台指望 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 隨即日間溫暖 天晴日間乾燥 預料當日氣溫介乎18至24度 根據分區預測 當日下午3時 新界多區預料高達25度或以上 其中上水估計高見28度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隨即就回暖 不過元旦氣溫又急跌7度 據報現在估計元旦有機會最低氣溫17度 和前一日24度相比的話 溫差都高達7度 令B箱甚至有區域有機會高見28度 說上水區 在星期日真的熱到好像夏天一樣 近年那個天氣認真奇怪 今年的冬天都怪怪的 做冬的時間冬 接下來農曆新年冬不冬就未知 這幾天的天氣變化都頗大 各位的路友記多加留意天氣變化 記得身體健康 另外亦都說過這單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屯馬線列車經見這把黑色手槍 全車乘客疏散 報道幾乱聞看到 警方在昨天下午3時多接獲報案 指港鐵一列團馬線的列車的座椅之上 發現一支懷疑的手槍 警方大為緊張 到場調查 經檢驗過後證實是塑膠玩具槍 暫時沒有人被捕 案件列作發現財物處理 據了解 有乘客在紅磡站目擊一名男童持槍上車 其後那把槍是被發現放置於車尾的座位之上 列車其後駛至南窗站的時間停車 所有乘客被要求下車 轉成另一輛列車 被警員和港鐵職員處理事件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警員和港鐵職員當時要處理事件 結果整車人都要被疏散 據報下車轉乘另一輛車 其後發現這把槍只不過是塑膠玩具槍 即是驚攻資料 當時據報發現的時間 現場的氣氛都大為緊張 另外亦講過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新娘潭路豐田跑車 失控自己炒車 撞塌燈柱 車身變形 據報呂乘客被困超過一小時 報道的內容提到 大埔發生車禍 28號的凌晨零時幾 據報一部私家車 沿新娘潭路行駛 淘置近大尾都秋水站附近的時間 突然失控 撞向路邊一個臨時的巴士站牌 繼而左邊車身 坎向另一條的登柱 車身當堂呈V字變形 車頭嚴重損毀 巴士站牌的底座 亦都將私家車 浪起了 事件當中 男司機並無大礙 可以自己爬出路面 不過女乘客就被夾著對腳 消防接報到場 用電鋸等等的工具 試圖鋸開車身和車頂 進行研究 直到凌晨日末1.9 女乘客終於被救出來 幸好他仍然有知覺 清醒送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男司機要負很大責任 你開車 未知當時為何會失控自己炒車 又不是下雨 究竟當時車開到有多快 另外這一輛據報是豐田的跑車 當時司機沒事 爬出來 不過女乘客就慘了 夾著腳 結果是要勞動消防員到場 用電鋸來鋸開車 才能夠救到女乘客出來 另外也說說這宗娛樂消息 根據Yahoo娛樂圈的報道 吳浩康在IG分享他的地盤工作日照 面露笑容 食40元的地盤飯 網友說 欣賞他為家人努力拼搏 是一個真男人的話 報導的男人是這樣的 吳浩康在娛樂圈打滾20年 上年和郭思琳奉子成婚 並生了個兒子叫稱稱稱 上個月在社交網站 宣布離開英皇娛樂 初為人父的他 現在除了是獨立歌手 和歌唱老師之外 還有到地盤工作 賺錢養家 近日吳浩康開始拍片 分享地盤的工作日照 最新的主題就是地盤飯 他更加寫著到底地盤飯是怎樣的呢 平時我們怎樣下單和拿飯的呢 多少錢 品質又是怎樣的呢 今次我來介紹這間是五星級服務的飯車 品質就留給各位師傅去評價了 但是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 當中有些什麼飯呢 從片段可見 吳浩康當日在淺水灣地盤工作 他拍下的餐單所見 每一日都有多款的飯盒 以供選擇 而每一盒飯連汽水只需要四十元 去到五花時間 他就和一班工友一起前往外賣車 拿飯盒和汽水 他選了枝竹火纜飯 賣相看起來相當不錯 難怪他都面露笑容 和豎起母子讚很好吃 對於吳浩康為了養家做地盤工 不少網友都留言表示欣賞 例如加油佩服你 拿得起放得低的態度 不是那麼多人做得到的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道 吳浩康上個月離開英王過後 就近期去到地盤 幫忙工作賺錢養家 不過他都強調 就不是轉行 他仍然是歌手 另外會做歌唱的老師 近日就分享地盤的日常 很多網友都送上祝福的大讚 他是真男人 的確能屈能伸 面對不同的環境 繼續頂硬上 尤其是當有另一半 和自己的孩子的時間 就更加努力貼地工作 贏得不少網友的稱讚 另外亦都說過這宗法庭消息 根據HK另一個報道 女士應在嚴下 在觀塘海濱全裸拍照 報告說他想得到他人認同 判社會服務令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中年女士應 嚴下時間的傍晚 在觀塘海濱全裸拍攝 並將路空和私處的照片和影片 上傳到社交的平台 被警方控告在公眾地方的 猥蝕行為和發佈淫蝕的物品 兩宗罪 他早前認罪 案件在昨天12月28日 在觀塘法院判刑 裁判官黃正瑜透露 報告指被告犯案是為了得到他人認同 考慮他已經明白法律的效果 加上涉及那個影像是不涉及他人的 判他120小時的社會服務令 以上來自HK另一的報導 據報女被告40歲做侍應 因為在觀塘海濱全裸拍攝 再上傳影片和照片被告 早前他認罪被判社會服務令 我是棍仔 我們下支影片繼續聊天